北京近来大动作的打击那些被视为引起社会不满的产业 从补教业到电玩产业都被点名应该要接受整改 国家的方向的转弯也引发了投资市场的大震荡 在美股挂牌的教育类的中概股就惨跌了五成以上 市值蒸发了上兆人民币 而电玩龙头腾讯的股价呢 也因为现在北京当局似乎是暗示要出手来整改 因此应声重挫 北京当局接连出现的政策转弯 导致了许多国际投资人却步 纷纷减码了手中的中概股 中概股的政治风险到底在哪里 今天大世界话题呢 我们就带您快来看哦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呢 传出了中国似乎要出手来整改网络游戏产业 我们来看到这是这样的一份报纸 叫做经济参考报 那它背后呢就是新华网 新华网大家就通常都视它为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所以呢有非常多的政策 北京的政策它在形成政策的同时 它会先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媒体当中 可能会释出一些风向球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报纸 它写了什么样的社论 大家都会盯大眼睛看 因为通常社论到最后会变成政策 亦或是这就是中央的一个意思 中央的态度 所以我们来看到当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 写出了这样的内容 就让大家觉得哇哇那这就是北京的政策 它要出手来管一管网络游戏业 我们来看它怎么写 它说呢这个精神鸦片 长成了数千亿的产业 那这个网络游戏呢 对未成年人来讲 根本就是电子毒品 说学生一天八小时都在玩王者荣耀 这个是腾讯非常知名的一款游戏 他说产业不能以毁掉一代人来发展 我们来看这个是当天所出版的 这个经济参考报的这样的一篇社论文章 然后呢它的标题就直接写 精神鸦片 长成了数千亿的产业 然后你看它的副标就说 业内人士提醒要警惕网络游戏的危害 及早的合理规范 感觉这就是风向球咯 说哎接下来我们会有合理的规范哦 就是呢北京要出手整改咯 然后呢它里头就开始在讲咯 写了一堆说要担心这个学生啊 要减轻他们的压力啊 防止他们网络成迷等等啊 然后呢它就直接在文章当中 写王者荣耀了 直接点名这样的一款游戏哦 那这是腾讯的非常知名的游戏 王者荣耀目前在中国的市占率很高 大约有一亿人都在玩这个 而且是活药用户 然后他直接这样讲 任何一个产业 任何一项竞技都不能以毁掉 一代人的方式来发展 然后当然当中给了很多很多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都是写说 年轻人是怎么样玩他的游戏 一天玩八个小时 半夜不睡觉一直玩 然后功课也不写 然后花很多钱 在这样一个网络游戏上 一直买什么工具啊 然后买一大堆有的没的宝物啊 然后呢 这个文章出现了之后 立刻啊 网易这个也是在中国有很多游戏的一个大公司 腾讯暴跌超过百分之十 好 那这样的一篇文章出来了之后呢 哇 整个大震荡 然后大家吓坏了 然后 后来大家发现好像影响非常深远啊 于是乎另外一家官方媒体也出面来讲话了 这是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文章啊 他就讲了 他说要保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世界 但是从头到尾就没有提到游戏业了 那同时呢 我们刚看到的这篇呢 其实后来他也被下架 重新再上架一次 就把那些精神鸦片啊 电子毒品啊 这种听起来 好可怕的一个字眼全部拿掉了 那因此呢 这后来的这篇文章也是人民日报 也是中国官方媒体 那好像 好像稍微的缓和了一些 于是呢 腾讯股价就反弹了 反弹了将近3% 但无论如何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中央态度 因此腾讯跟网易 听懂了 所以我们来看腾讯马上就说 我来我来 这个中央要管 我自己先管 我们先自制一下 好我们来看腾讯怎么讲 他说他要推出双减双打将的一个政策 双减是什么 既然呢 这个文章里头写说 小朋友玩 这个王者荣要玩 时间太长了 所以他说 我们来 规定呢 这个假日 最多就让你玩两小时 接下来锁账号 你最多玩两小时 那如果是非假日 平日要上课的时候呢 就是只让你玩一个小时 不能然后接下来锁账号 你一天就是只能玩一小时 我来我来 我让孩子不要一天到晚沉迷网路游戏 再来呢 他就是双减 一个是减你的这个玩的游戏长度 再来一个就是减你的充值 他说他会去重新去review 所有的一些这个账户的主人 他如果是未成年的话 就不让他在这个网路当中来消费 不让他刷爸爸妈妈的卡来买宝物 然后呢 他说他们会去认真的看 这个人到底是大人在玩 还是小孩在玩 他要打击 冒用大人身份 要打击作弊 那网易也马上跳出来讲说 我们完全支持北京政府的一个政策 我们会营造一个健康的绿色的 玩网路游戏产业的一个这个环境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次呢 北京释出的风向球 要整改整个网路游戏业 带来的巨大冲击 花丽的场面 加上丰富的游戏角色 王者荣耀从2015年上市以来 就一直霸占着中国手游龙头宝座 至今已经吸引超过一亿个活跃用户 灵活的团体对战式游戏 一局平均15到20分钟 让玩家一场接着一场玩 最近从国官媒经济参考报 就针对这些网路游戏 看出一则六千字的专题报道 谴责中国现在有62.5%未成年人 经常在玩网路游戏 之中还有13.2%的玩家 平日游戏时间每天超过两小时 引发越来越多青少年近视 荒废课业和性格异化等影响 温中更重磅是批评称 简直是电子毒品精神鸦片 中文字幕提供 经济参考报的专题内容更点名王者荣耀 导致所属公司腾讯股价应声崩盘超过10% 连带影响其他游戏同业跟着重挫 网易游戏公司股价也大幅下跌将近15% 包括游戏业概念股的动漫直播等相关产业 也几乎无一倖免 波及范围极为广泛 经济参考报决定重新刊登文章 新的文章标题已经改为 网络游戏长成数千亿产业 一些过重的批评用词已全都被删除 另一家官媒《人民日报》也刊出一篇专栏 只说要保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世界 没有特别针对游戏产业 看似北京打压力道减换 也让腾讯股价稍稍回问反弹3% 不过官方的声音腾讯确实听到了 该公司随即公布各种最新相关未成年的保护措施 好 那这一次像腾讯大厂呢 针对这个政策方面呢 有一个双减双打双提倡的一个回应 那么这个呢也是不要符合呢 今年6月份修订啊 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呢 针对的对这个未成年人在 未成年人在这个网络游戏呢 这个使用的一个时间 包括充值方面呢等等 都有一个限制的要求 为了响应政府发出的讯号 腾讯宣布将从王者荣耀开始加大保护力度 措施包括非假日期间 未成年人在线上的时间规定从1.5小时缩减到1小时 假日则从3小时降到2小时 除外未满12岁者禁止在游戏内消费 至于针对未成年冒充成年人的情况 公司会将原本的零点巡查 升级为全天巡查 可疑账户全部重新认证 几项措施都比政府政策更加严厉 网易这回也申布启动 暑期未成年网络环境专项整治 除了游戏账号要实名认证 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和消费也将进行限制 各家公司不敢大意 即使中国政府的警告讯号迂回 可能造成了损失 外界人不敢想象 三立新闻成本 好 那近来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北京当局 持续对于几个行业都有一些打压 或者你可以用整改这两个字来形容它 那主因呢 都是习近平的一场 这个可以说出访 这个可以说巡视的一个行程 好了 我们来看到习近平主席 他在六月份啊 他到了西宁 然后去巡视了一个小学 然后呢 这个小学呢 就有很多小学生啊 然后于是呢 这个在这个视察行程之后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就指示了 他讲说这些孩子啊 压力好大哦 那家长压力也很大 因为呢 为了让这个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 所以他们不只是上课 然后他们在上课之余呢 课外时间他要花很多钱去补习 去补习班 然后呢 去参加一些课后的辅导 所以呢 他说要让家长跟学生都不要压力那么大 因为这其中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家长压力大 他就不敢生小孩哦 于是呢 现在才会造成 这个中国现在很高龄化 然后呢 这个少子化的状况 所以呢 这个从基本做起 习近平主席就说了 要让这个孩子家长都不要压力大 所以呢 马上他说要来这个好好的整顿一下 补教行业 他说怎么会 补教应该是要辅助正常的学校教育吧 结果这个补教行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这个孩子怎么变成 他应该是上学时间比较长 那补习应该一点点 现在变成补习时间也这么长 这不对吧 本末导致 所以呢 现在马上中央就出了一个这个新的政策 六月份去这个视察的七月份 马上哦 就发文了说 补习产业 现在怎么会这么资本化 所以呢 他说以后啊 这种补教产业呢 你就只能够登记叫非盈利组织 你不能再以赚钱为目的 来做这样一个补教产业了 被资本劫持 基本上呢 这个中国最早最早不是共产主义立国吗 怎么搞到最后这么资本化的一个产业 他说不可以 所以呢 以后补教产业你只能是非盈利组织 然后不准上市融资 不能IPO 然后呢 以后再也不合发新的营业执照 甚至这样的一个净值补教资本化 他会肃及既往 也就是以前的那些 做的好大好大的补教集团 补教产业 你都已经IPO的 重新回来检视 于是呢 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之后 不得了了 所有的补教业跳水了 有IPO的全部股价都是腰斩砍半 我们来看 现在在美国有三大 中国的一个大型的补教集团 他们是在美股IPO上市的 那这三个补教三巨头啊 哇不得了 超跌 跌到爆炸 包括像是好未来 新东方 高途在线 这三家呢 都是在美股当中 有IPO上市的 中概的补教产业的公司 7月份 他们的市值 蒸发了4000多亿美元 不得了 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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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有投资他们的 这个投资人 现在是叫苦连天啊 因为呢 在疫情期间 这些有做线上的 一些教育机构 股价飙翻天 大家都觉得 哇以后就是 线上的时代了吧 疫情不晓得 什么时候才会退散嘛 所以呢 像这种线上的行业 然后又是教育的行业 哇好赚啊 前景真是一片乐观 结果现在呢 一个政策 马上猪羊变色 甚至呢 还拖累到了 在NASDAQ当中啊 有一个叫金融中国指数啊 那这个指数呢 也中错了8.5% 这也是不得了的一个重错的幅度了 那因此呢 看到了这些中概股呢 全部通通被拖累 甚至不止如此 还拖累到了很多 也是被中国北京当局出手整改的公司 包括像阿里巴巴 营收呢 两年来首度低于预期 这也是在前一阵子被整改的 另外像滴滴出行啊 之前也被强制的下架来整改 所以最近呢 北京出手的一些动作 还有政策都大大影响到了 这些中国企业在美股挂牌的公司 于是我们就看 现在有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些投资机构了 还有一些这个媒体呢 他们就开始说了 呼吁全世界的投资人 未来呢 要投资中国企业 特别是在美股挂牌的 要小心政治风险 好 包括像高盛 他就直接说 这些补教业啊 一年的目标价下调78% 这几乎就是 看着他再也没有什么投资的前景 那彭博则认为啊 现在看起来 可能会冲击到中国的经济 然后呢 也看到这个罗奇先生 他也是个投资专家 他认为呢 现在这么多的 在美股挂牌当中的中概股 现在似乎都被北京当局出手整改 他认为背后 很可能是中国想要跟美国的金融市场 做一个切割 他认为这是金融市场的冷战出奇了 另外呢 还有这个CNBC的一个这个专家 他也这样分析 他认为呢 中国现在的政策 已经完全不考虑什么国际投资人 他要做这样的政策 他就一意孤行的去做 他就是大刀阔斧的去做 什么国际投资 什么金融市场 那些都不在他的考虑当中 只要是中国认为 有害于中国社会的一些产业 都会被重新的整肃来改革 那于是呢 就有非常多的国际投资的一些集团 国际投资的大基金 现在开始有动作了 中概股通通被抛售 我们来看女股神这个伍德啊 他就把手中的中概股 几乎卖到快要变成没有 本来呢 他在所有的基金部位当中 他大概买了8%左右的中概股 但是呢在一个一个的被整改的一个产业出笼了之后 他现在一直一直卖 一直卖一直卖 据说最新的一个统计数字 他现在手中的基金部位呢 他剩下中概股的部分 只剩下0.5% 不管是备课文还是备单字 为了考试 中国学子除了在校上课 放学经常还要补习 不过未来这些学生 可只能在学校多多努力 不少补习班恐怕难以再继续一页 为了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 我们再接再厉 根据外媒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份表示 为了减轻学生和家长 在课外辅导上造成时间 和经济负担 未来不该再让校外辅导员 取代学校老实做事 我们这个学期 教师学生都已经在感到很累了 所以假期呢 不能够成为第三个学期 而是成为一个新的学习活动 因此7月底 中共当局终于技术众手 打算整顿 补较产业 严禁资本化 学科类培训机构 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以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宣布 教育行业新限制措施 现有补习班业制必须 统一注册为非盈利组织 也禁止补教业上市融资 也不再合发新的营业执照 至于以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 则不能再扩大生产业务 换言之 补教业不能再以赚钱为目的 继续经营 消息一出 包括在美国上市的好未来 教育股惨跌超过七成 高途重跌63.26% 新东方也腰斩54.22% 三家中国教育业巨头 市值瞬间蒸发台币4728亿 因为中共新的法令措施 私人企业血流成河 引发外界对中国市场担忧 其实整个美国上市中概股公司 已经给中国共产党 大概弄了几千亿美金回去了 中共之手恐让市场随时翻船 一些大型投资人 一纷纷抛售手中的中概股股票 包括女股神伍德操盘的方舟创新ETF 持有的中概股股票 从二月8%的高点 目前已经减制不到0.5% 当中就完全清空了百度的美国ADR 目前持有的腾讯股票也仅剩134股 唯一持有的贝壳找房 八个月来一下跌六成之多 因为当年一月份四月份 独断地出现 中国要调查阿里巴巴 这么情况下 很多人就卖出了股票 阿里巴巴四月就遭北京重罚 瑞幸咖啡则曾涉嫌造假数据 而滴滴出行最近在中国被下架 外界不少分析开始认为 因为中共的监管威胁与日俱增 让许多赴美挂牌的中气 弥漫着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浓 以让投资人提心吊胆 三地新闻扯得不到 感谢观看